暫時的了解當中 其實所有事情我都不太方便說 暫時等消息 因為初步什麼消息都不是有 只是大家猜猜 暫時都沒有什麼程度 星期三晚爆出假球風雲 廉署拘捕了至少5個本地球員 懷疑在上季多場預備組賽事打假球 據了解有香港飛馬的球員涉案 星期四早上球隊如常操練 不過就不齊人了 球員郭劍邦李家豪等 還有助教李威廉和朱偉林都不見人 暫時有些消息你又請了試駕 打給你試駕 我都沒什麼時間再問 消息說飛馬部分職球員 過去幾天曾經到廉署協助調查假幫案件 但已經離開了 如果真的發生這些事 球會的立場就是會嚴懲處理 我們都不希望有這件事 嚴懲的方式是怎樣 即時解釋 到時再看看情況 最嚴懲是否真的會被離隊 可能最嚴懲的時候 可能上面也會有裁刀 但到時我們再研究 飛馬主席梁子山在Facebook說 會由英國回香港處理事件 會由英國回香港處理事件